有何建议 这赵王西隐 毕竟也是太祖席三支的人 如何处置他 只能交给主上来做这个决定 高薰和女李纷纷上奏 主动请求查西隐一押 朕便准许他们去查了 过去他们两个跟西隐走得很近 真没有想到一出事情 就开始迫不及待地会摇起来 韩大人 这次可以兵不血刃 拿下席 要多亏你的智计高女 我心里真的很感激你 臣只是尽了本分 皇后言中了 如今爹爹的案子 已经告一段落 接下来 你有何打算 谁望风中荏苒日月 你还会走吗 谁醉江远上笑影流年 苍茫悲欢爱恨深浅 看落雪盘灯归春的眼 若热 若烟 踏破重浪 在简然时 属于模样 柔情出俗语中肠 永远满不去心房 富王 与你相伴到 白发苍苍 皇后 臣早就看出吸引狼子野心 一心想谋权篡位 皇后 主上身体抱恙 皇子年纪还小 这更是要防患于未然 这吸引 这次 必须得狠狠地处置才行 皇太叔怎么看 打了心得皇子 应该广积善得不应惩治太甚 可以免了赵王妃 和赵王府其他人的罪 至于吸引 既然天生反骨 应该把他关起来 面生事端 老臣赞同皇太叔的意见 人证物证俱在 若不严惩 则法令不行 只恐 欲潮有害呀 那将吸引关押在何处为好 不能关在京城 阮禁的赵王府 跟眉关有什么区别 如果人人都知道 刺杀主上 冒害皇后 与皇子的性命 却毫发无损 那皇室的安全 以后谁来保障 那就听皇太叔的意思 把赵王流放到祖州去 为太祖太宗守灵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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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 就